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闪耀之星的是 颜亚夫子 再次回到这舞台感觉很荣幸 有了他之后我也觉得练武术更有趣 更有意思 也谢谢今天这十组登台挑战的选手 发光吧 我们 我就要金光闪闪 金光闪闪 金光闪闪亮 世纪自主被发光 有梦想就灿烂绽放 金光闪闪 金光闪闪 舞台闪闪亮 这就是你的主场 请你闪亮登场 绽放耀眼光芒 一切喊出我们的口号 十日金字 总会发光 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 欢迎大家来到黄金一百秒 十周年的特别节目 发光吧 我们 在这里呢 首先欢迎今天观议我们现场的一百位黄金观众 我们今天呢 继续十周年的回谷之旅 今天的主题呢 我特别喜欢 叫做生活梦想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唯一的区别就是你敢不敢为自己的梦想而实践 所以呢 今天这些已经实现了自己梦想 或者依然在为实现梦想而努力的朋友 齐聚我们的舞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以上的这十组选手 谁会成为今天的冠军 成为闪耀之星 直通我们的黄金圣典 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好了 接下来抓紧时间 开始今天的挑战 大家好 我们是 不日不得乐队 我们因黄金舞台而闪亮 一百秒对于我们来说是行走的梦想 也是我们每次演出的精彩时刻 今天我们将家乡唱给你听 就是我们每次演出的梦想 男嘉宾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为他们的表演投票 也请台上的演员们来到我们的时光加油上 Zither Harp 说实话对你们印象很深 因为往往蒙古族的朋友 带着他们才艺来 要不是呼迈 要不是摔跤 和蒙古族的舞蹈 但是你们的表演的这种风格 就是偏现代偏摇滚的风格 据说好像也是在黄金100秒的舞台上 慢慢找到自己的定位 对吗 其实我们都是基层的物栏目期嘛 我们是离观众最近的演员 2020年通过我们一个世界 然后参加了黄金100秒 其实当时我们也是对自己定位不是特别准确 登上黄金100秒之后呢 给我们确立了信心 在这里呢 要感谢黄金100秒的来目 谢谢 那这一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我听说还有一个任务 给家乡转言 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们的家乡 我们的家乡在中国的正北方 在黄河以南 我们是呼包厄三地腹地的达拉特奇 家乡有什么特点呢 和我们想象当中的传统的那种大草原 有一样的地方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有一样的地方是在我们的家乡 同样也是有草原 有沙漠 所以在这里呢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去我们大漠大河大草原 风光无限达拉特做客 谢谢 好 那今天重返我们的黄金舞台 舞台一侧 可以写下属于你们的时光际雨 其实我们都是基层的物来目次 登上黄金一百鸟之后呢 有一个确立的信息 在这里呢 要感谢黄金一百鸟 谢谢 展翅迎风 涌向前 赴日古德 我叫张权威 来自四川成都 是一名茶艺师 六年前这个舞台带给了我很多学习和帮助 让我在之后的时间里登上了更多更大的舞台 这次回来我带着我的师妹李婉婉一起登上黄金舞台 赴明则已 一名惊人 我叫张权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权威 梁樊 novel 声响 包我们莒 aire 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为他们的表演投票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茶蚁兄妹 来到我们的时光加油站 欢迎二位 非常默契的一段表演 张权威我之前是见过的 因为他是我们的老选手 在2017年 6年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参加了黄金100秒之后的两年 2019年的时候 张权威登上了央视的春晚 而且比较值得 骄傲的是什么呢 就春晚应该是有史以来 我是第一个把这个 长嘴壶茶衣带上春晚的人 那接下来这样 这茶壶不都拿着呢吗 咱们依次分别亮个绝火 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好的 茶衣和剑术结合的表演 苏琴被剑 刚柔并激 接下来请欣赏柔的一面 谢谢 谢谢 从当年的小茶馆 舞上了黄金100秒的舞台 从黄金的舞台 又舞上了春晚的舞台 人生要敢于做梦 去付诸实践 希望还有更广阔的舞台 等待着兄妹俩继续挑战 好吗 好的 今天来到了舞台上 我们舞台的一册 可以写下属于你们的时光际遇 来 从当年的小茶馆 舞上了黄金100秒的舞台 从黄金的舞台 又舞上了春晚的舞台 人生要敢于做梦 要敢于为自己的梦讲 去付诸实践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嗨 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疆伊犁的索尼亚虫 十年过去了 这个舞台给我带来的自信 是不言而喻的 今天我又回来了 走进久违的梦田 住下属于自己的梦想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 真是那些晚日时光 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 身上穿着旧衣裳 最美的珍藏 最美的珍藏 尽叶 尽唷 呼吓 尽唷 莫亚虫 尔向 人兵 尔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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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眼睛就会发烈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Sonia 来到我们的时光加油站 有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投票 Sonia,你好 好久不见,十年没有见了 干嘛一点不见老呢 你看我都老了 没有,没有 十年的雨雪风霜 今日笑看名 依然归来还是少年 太能整词了 你还是那个姑娘 Sonia从2013年 黄金一代表开播的时候 那个选手 那个时候我在台上 主持的时候 穿的都是各种彩色的戏服 现在我都已经过了那个年纪 现在都穿深色的 对于那一次 你来参加节目印象很深 当时你介绍你自己的身份 是在电厂 对对对 我是一名普通的职工 我是一名店里职工 还在电厂工作吗 现在不在电厂工作了 我呢和我的一个好朋友 拍了一家甜品店 因为俄罗斯族你知道 特别喜欢吃面包之类的 还有一句俄罗斯著名的谚语呢 就是说 面包是生命之父 这次来呢 也带来了一些 我们的猎把和面包 送给我们杨帆老师 耶 你先尝尝 你能尝出来是什么酱吗 我吃出来了 什么 果酱 来吧 给大家尝尝 非常好吃哦 每人都吃一块多的呢 怎么样观众朋友们 好不好吃啊 喜欢自己动手 做一点点心的人 我觉得特别热爱生活 对了 也是想让自己的生活 更加美好幸福 上次是有遗憾的哟 因为你来参加节目 女儿参加艺考 那天她没来 所以播了一段视频 是 本来这次呢 她也是想和我一起来 走到这个舞台上 跟我同台演出 可是很不巧 她呢有她的音乐会 所以呢 耽搁了这次 和我们大家一起 见面的机会 女儿不能够来现场 依然通过一个视频的方式 给妈妈送上了一段祝福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妈妈 十年前 我们带着梦想 共同出发 你站上了舞台 而我进入了考场 十年后的今天 我已经成为了一名 青年钢琴演奏主 而你又回到了 这个梦开始的舞台 未来 未来我们要继续加油 向着更好的自己出发 谢谢 你知道这个索尼亚姐姐 就是她 从小就喜欢文艺 可能不像女儿 这个生活的这个时代 那么便利啊 有这样的条件 可以找很好的老师 对 但是对于你来讲 好的一点呢 就是在陪女儿的过程当中呢 顺便把妈妈这个才艺 就算练出来了 是这样的 我呢 从过去的翻创歌手呢 现在也变成了原创歌手了 目前呢 我一直致力于 推出一些原创的作品 来歌颂我们大美新疆 和我的家乡七彩伊犁 那么我们当地的 印尼市政府 也把我推荐 为我们当地的旅游 形象大师 怪不得 充满艺术气息的人 做的面包都特别好吃 谢谢 所以今天这样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有很多的感悟 请写下你的时光际遇 我呢 从小就喜欢唱歌 但是小的时候 父母没有这种培养的意识 自己呢 也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 有了孩子以后呢 我就想一定要去给他 提供这么一个条件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 好像就是自我的价值 好像都排在孩子之后 为时代欧哥索尼亚重 我叫老师利 来自惠州龙门 这位是我的搭档 在街头表演的日子里 我们相互学习经过 几年前 我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街头艺人 黄金舞台让我感受到了 表演的更多可能性 让艺术融入生活 让每一个梦想都能发光 将人生变得多彩 小叶 这个文件需要赶紧处理好 明天开会需要用到 爸爸 明天就是我生日啦 你能带我去游乐园吗 我还是要去游乐园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有请二位来到我们的时光加油展 请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为他们的表演投票 这里边有老朋友 有新朋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耶顺凯 虽然老半天我那个老朋友啊 到现在我没看着脸啊 你是老朋友啊 对不起啊 几年不见你变化挺大的啊 是吧 我要特别介绍他们是在深圳 有自己街头表演证的艺人 哥 你能说两句吗 可以可以可以 一天没问题的 没问题没问题 为什么找搭搭 因为的话我之前一个人表演 总是觉得这个作品缺少了更丰富的内容 所以我这次找来了我最好的兄弟 然后陪我一起上来了黄金100秒 这个盛凯也是街头艺人对吗 对 之前我跟司力一起考的街头艺人证 实话实说 你们俩是不是经常在一个街道 是互相的竞争对手 奄奄就踏起来那种 都想占据CV 或者是最黄金的地段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一次 意义上让我比较深的话就是 我表演的方式就是有走势的 不是在固定一个点 然后有一次 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一直跟着我 他也表演 对 他在后幕的表演 然后还摸我屁股 就是我们一直走着走着 然后走到了很远的地方 他一直跟着我 后面只是因为他碰了我一下 我才发现他跟着我 最后的话 我问你的妈妈去哪了 结果他不清楚 他因为走了一路 最后他发现他妈妈不见了 然后就哭了 然后当时的话 我就陪着他一起去找了 妈妈 我找不见你了 你在哪呢 我跟个机器人走了 但是至少说明 当时你的表演 非常非常吸引这个小朋友 对 那你们下一步 还有什么样的梦想呢 我下一步的梦想 就是还是希望去全国去旅游 边去旅游 边去街头表演 因为现代的社会里面 他们对街头艺术 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 还是不太认清 我觉得街头艺术这一块是 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后是显示了城市 多面化的一面的重要的窗口 也展现了它的开放和包容 对 是的 所以你们也算是 在城市街头的 一抹亮丽的名片 也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好 接下来的任务呢 我们要看看 你们刚才的表演 有没有入围人气的前三名 他们分别是 富日古德乐队 茶艺兄妹 廖自立 叶盛凯 谢谢 接下来请到舞台一角 留下你们的时光际遇 我下一步的梦想 就是还是希望去全国去旅游 边去旅游 边去街头表演 因为现代的社会里面 他们对街头艺术 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 还是不太认清 舞蹈源与生活 大家好 我叫王晓 来自黑龙江省 白县新龙镇的 七年前 这个舞台 让我由一名默默无闻的初老公 一跃成为家乡远近闻名的话题人物 这次回来 我要用新的面貌 重新与大家相见 大浪逃杀 史剑金 这一次黄金舞台 因我而闪亮 我为什么还在等待 我不知道为何仍这样痴迹 明知辉煌过后是暗淡 人期待着把一切从头来爱爱过 我们既然曾经拥有 我们既然曾经拥有 我的爱就不想停顿 每个房里都有你的梦 统统期待一个勇往的春天 春天 春天 谢谢王晓的演唱 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投票 错早有奇妙啊 你和他还别说笑 说尽了就火血啊 小众只痒 皮肤不凉啊 胖了还能去脂肪啊 手摇手推效果棒啊 效果棒啊 这个毛巾呢 是2016年 我参加黄金一百秒的时候 给您搓澡用的那条毛巾 还留着呢 这现在还有点粗味呢 这现在还有点粗味呢 真的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回家拿擦个鞋了 没没没绝对没有 你感觉省那么深 绝对没有 好 这是珍藏吧 真的 当然这不是开玩笑啊 他之前的真实的身份 就是在浴池的一名 普通的搓澡工 当然了 参加一 黄金一百秒之后 现在身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他现在变成了 他现在变成了 高级搓澡工 2016年 我参加黄金一百秒的时候啊 夺得了金牌选手 然后回去之后 我就提升到经理了 我管错脑力了 其实360行行行出状元啊 所以谁能想到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之下 竟然能够诞生出这样的一个好声音 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 或者说身边同事啊朋友 什么时候知道你唱歌那么好听 他们来推荐你来参加节目 我2000年到旅顺工作的时候 就是干搓澡 师傅交往我搓澡的时候 没课的时候 我就在澡堂里经常练歌 因为没有课的时候挺乏味 但是在澡堂里练歌 这是老好了 只是为啥吗 因为澡堂的回响太漂亮了 你嗷一嗓 你唱哪一首歌都特别好听 真的 所以说我就经常 离我们的工友唱歌 一般都唱一些 哗啦啦的黄河水 经常练这歌 这歌我都知道 这也是扫堂来的吗 这也是扫堂来的吗 女厕道的吧 女厕子呢 我也没领来女厕道的 就自己来的 回去不是说参加完节目 什么你们单位的领导 包括当地的领导 都知道你来央视录节目了吗 是 同时呢 我们的镇长也接见我了 我们镇长告诉我 说王晓 经常回家来看一看 为家乡的父老 多唱唱几首歌 然后呢 多赞美赞美咱们家乡 为家乡搞一首 原创赞美家乡的歌曲 王晓晓 王晓 重新玩我们的舞台 这一次他的歌声 有没有打动现场的朋友呢 他有没有可能入围榜三呢 来 请看大屏幕 前三名 分别是 布日古德乐队 查异兄妹 廖思立叶圣凯 有点遗憾 不贵没有关系啊 继续加油 直足了 直足了 经常回家来看一看 为家乡的父老 多唱唱几首歌 多赞美赞美咱们家乡 为家乡搞一首原创 赞美家乡的歌曲 要做梦 就做最高大的梦 有一天这个舞台 是属于你自己 让你成为这个舞台上 真正的焦点 让所有知道你的人 因你而骄傲 舞台因我而闪亮 很霸气啊 我叫刘渝 来自山城重庆 我因黄金舞台 重拾音乐梦想 四年前 从一名普通消防员 成长为消防原创歌手 这次 我带着自己的原创歌曲 与大家见面 用音乐传递力量 黄金舞台 因我闪亮 我曾问我自己 为何如此肚定 来到这里 追寻的足音 滑落的暗地 我开始明白 我开始明白生命的意义 声称风雨莫离 烙下岁月痕迹 曾经的恐惧 皆随风远去 日复一日垂念 金刚之躯 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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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中烟火里 穿袭 你的生命 就用我双手 去脱去 燃烧青春 点亮深邃 也抗你的心 你期待的眼睛 给我无尽感 勇气 多少次 到城堡海里 喘息 奋不顾声 只为了 陷入雪景 的你 如果危机关头 只留一命 还一命 那就让我化作 夜空里的心 这满天半星 守护我们的勇气 谢谢刘渝 来 邀请我们现场的观众 投票 有请刘渝 来到我们的 时光加油站 刚才刘渝 唱的这首歌呢 叫《勇气》 是他的一首原创作品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首歌 这首《勇气》的话 是我和我们新组建的 消防乐队 异度蓝艳 小伙伴们 一起来创作的 参加了咱们 上一次节目之后 回去就写了 很多的 关于消防的 一些歌曲 心中一直就 萌发着这个想法 要创造一个 我们自己的乐队 然后战友们 在一起来玩音乐 在给大家宣传 我们消防知识的同时 也展现我们消防员的 新形象 没错 也算是我们生活的 业余爱好的一种展示 对 这个刘渝 然后2019年 来我们节目的时候 我还记得当时你说 你刚刚有自己的宝宝 对 几个月 对吧 一岁那个时候 现在已经五岁了 五岁 对吧 孩子今天来了吗 孩子来了 一念面呗 看看我们这家 真真正正的黄金宝贝 来看 看看咱们闺女 叫弟妹是吧 对对对 你好你好 欢迎来到黄金100秒 你好 莫芬你好 杨范叔叔你好 深吸一口气吓我一跳 莫芬你自我介绍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你安可 大家可以叫我可乐妹妹 可乐妹妹是吧 是的 你会什么才艺 我会 我会跳舞两只老虎 会跳两只老虎啊 爸爸妈妈在旁边给你加油 好不好 加油 好 往前一步 宝贝 请开始你的表演 两只老虎爱跳舞 小兔子乖乖把萝卜 我是小鸭学走路 童年是最美的礼物 真棒啊 哎呦 平时爸爸陪你的时间多不多 多 但孩子他说你经常可以陪他 但实际上情况呢 你陪他多不多 还是他妈说吧 弟妹说吧 刘鱼平时表现得好不好 其实他平时工作挺忙的 但是只要他在家里的话 都会尽心地陪孩子 我觉得这一点 他还是比较称职的 哎呀 脸都红了 无论做什么工作吧 事业是我们的一部分 但是家庭是我们更重要的一部分 对 所以你在台上所有的这种支持 你的这种展现 是以家庭幸福作为后盾的 对不对 这是我认为你参加黄金100秒 这些年最大的一个收获 是的 真的是这样 伙贝啊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任务哈 我们一起来看前方的大屏幕 看看你爸爸 有没有可能入围 今天的人气榜前三 好吗 来 三二一 请看 入围前三名的分别是 布日古德乐队 茶艺兄妹以及刘渝 谢谢大家 希望有一天你也像爸爸一样勇敢 你那么爱唱歌 也要站上我们的舞台 来给大家表演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你们 接下来有请一家三稿 到舞台的一侧 写下你们的时光际云 小朋友他们的工作 首先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因为他们要随时待命 真的一声令下马上就要出警 是的 就是他们要牺牲很多自己的时间 因为他们长期要在这个营地里面 随时待命 是的 所以等于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在营地里面有限的这样的一种 休闲的方式 我觉得音乐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用音乐传递力量 大家好 我们是马道成功组合 我叫罗红 我叫刘斌 我们来自江西南昌 用匠心打造 每一张演出 计较细节 入眼皆是精致 十年后 我们将以初心 见真心 不复时光 赶快一行 以真挚服务 供应美好生活赋能 加油 第二步 三 火箍 阿联 喂 郊 过着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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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都是这样吗 嗯 换作模式的 杨郎哥 那个是花式调酒 那个是阿毛老师来完成的 英式的就这样 对 这个是今天带来一次 一杯五酒精 对吧 一杯五酒精 没来到酒 干了 对 好喝 祝黄金一百秒 收视 穿红 谢谢啊 两位调酒师远道而来 从这个我们之前的舞台上 然后等于 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视野有新的进步 这是我们最喜欢看到的一点 也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好吧 那咱们就共同庆祝一下 看看你们刚才的表现 有没有可能入围 我们目前的人气榜的前三 来 三二一 请看 现在前三依然是 布日古德乐队 茶艺兄妹和刘雨 不好意思 请到舞台的一侧 请写下你的时光际语 我们是在比赛的时候 认识的电视合伙人 我们一心在提升自己 就研发产品 以真挚服务 共赢美好生活富能 加油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马到成功组合 我叫傅晓 来自山东危海 从小听妈妈唱歌 但是妈妈为了照顾家庭 放弃了爱好 默默付出 为了弥补妈妈的遗憾 这次我要完成妈妈多年的夙愿 乘风破浪 为梦畅想 我爱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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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美好的青春 献给你我的武器 我的祖国 我要把美好的青春 献给你我的武器 我爱你中国 有请母女俩 一起来到我们的 时光加油站 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 为他们的表演投票 当次傅晓来参加我节目的时候 我还记得就是 在现场跟妈妈有一个连线 妈妈特别喜欢唱歌 那一次呢 袁梦算是来参加黄金100秒 但是有遗憾 因为是在线上 没有来现场演唱 所以这一次十周年 我们请到了傅晓 傅晓就说 我能不能带着妈妈一起来 所以今天 阿姨也站上我们的舞台了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我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听歌 那这儿吧 弄一个小卡词在听 那就是顶级的了 所以我就 遗憾 我说要是能有一个大舞台上唱 那就是最开心的事了 不晓参加完节目之后 三位的同事都看到了吗 都看到了 表扬我 说哎呀表现得不错 还能够和我们央视的主持人杨帆 站在一个舞台上 都特别羡慕我 都是在电视上见 这次你可见着真人的 回来给我们形容一下 杨帆帅不帅 我说他必须帅 谢谢 谢谢 其实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主要就是想表达一下 对我妈妈的一种感谢 就是 我之所以喜欢唱歌 是因为我妈妈 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唱 她也唱得很好 后来呢就是 她为了 有了我以后呢 就放弃了她这份爱好了 照顾我父亲的事业 和我的生活和学习 然后呢 等我的孩子出生了以后呢 她又在照顾我的孩子 第一次来录制节目的时候 也是 因为没有来 是因为她在照顾我的孩子 所以说我就感觉 这次一定要 原妈妈这个梦想 让她站上这个大的舞台 补上她的这个遗憾 你们刚才的表现 有没有可能入围 此刻的前三名 请看大屏幕 分别是 布日古德乐队 布晓 刘宇 祝贺 祝贺 布晓和妈妈 一起到舞台的一侧 写下你们的时光际语 这次一定要 原妈妈这个梦想 让她站上这个大的舞台 补上她的这个遗憾 乘风破浪 为梦畅想 我叫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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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这儿 我叫王俊 我叫王俊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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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上次 感谢观看 如果有 感谢观看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成功 当中 感谢观看 因为 好